最近由孙宏雷主演的扫黑风暴已完美收官 众多喜爱反腐剧的观众看完之后意犹未尽 开始不断地追问 还有一部为外界误认为是人民的名义 第二部的人民的财产何时开播 据悉人民的财产早在2019年的1月份就已经杀青了 之所以被很多影迷惦记 那是因为干净的财产 该剧的编剧是大家熟悉的周梅森 而且事发地也是荆州 最巧的是荆州市委书记也还是叫李大康 能引起一大批人民的名义的粉丝追剧的欲望 不过故事情节方面大有不同 该剧是讲国企改革之后进入转型平静期 陷入巨大困境 这其中不乏企业内部存在一批顽固派 最终在李大康书记的大力支持下 成功实现脱困的故事 另外 该剧投资高达4个亿 集齐了一大批娱乐圈实力派演员 还有一些老戏股价萌 虽然没有人民的名义那般演员阵容强大 但是五位主演实力不可小觑 有几位更是有着很高的口碑 一 晋东 晋东出道20多年 凭借精湛的演技获奖无数 有颜值 有演技 想不活都难 更为难得的是 晋东还被凭上了国家一级演员的称号 无疑是得到这一殊荣演员中最为年轻的一位 他在荧幕中塑造一个又一个经典角色 比如《伪装者》里的明楼 《我的前半生》里的贺涵 《恋爱先生》里的称号 每一个都能给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 而这一次 晋东在人民的财产中 饰演男一号齐本安 将担任国企一把手 像这种大人物的角色 晋东已颇有经验 想必能够轻松驾驭 当然 由于晋东饰演的齐本安是空降到荆州 光杆司令没有任何根基 想要挽救问题多多的华福公司 必须要以雷霆手段方能有效果 这关键时刻 齐本安所要做的便是团结一些干部群众 发挥这些人的能力 才能解决企业内部的问题 那么晋东究竟是用什么方式 让严妮饰演的时红性心服口服 甘愿成为她的左膀右臂的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2.严妮 严妮是凭借同乡欲一决一炮走红的 在严妮眼里 幽默是一种很好的人生态度 她希望用一种喜剧的方式去演绎 给别人带来积极的能量 而由于严妮饰演女一号 搭配晋东 想必会让整部剧增色不少 至少在她的戏份上 应该会偏向喜剧风格 严妮演戏一丝不苟 对角色很投入 不知导演严妮的时红性 又是怎样一个角色呢 希望这次影迷们能够看到一个 不一样风格的严妮 三 陈晓 课班出身的陈晓 面容清秀 轮廓俊俏 话虽不多 但是一举一动都是戏 无论是在《陆珍传奇》里的高战 还是在《那年花开月正园》里的沈兴怡 陈晓都用实力博得了观众的好感 用演技征服了各大评委 因此也让她获奖无数 挤进了实力派演员的阵营当中 相信这一次在人民的财产中 面对这么多前辈艺人 陈晓也会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演技水平 四 黄志忠 黄志忠是一位低调务实的演员 他出演的影视剧很多 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 都会精心钻研 不求最好 但求无愧于心 这种敬业精神可谓是打脸了娱乐圈很多小鲜肉 他的代表作品有 《大明王朝》1566 《人间正道》是沧桑 《中国远征军》 《新亮剑》等等 此次在人民的财产中 饰演林满江 可以算得上是一位狠角色 不知和近东标戏时 谁会更胜一筹呢 大家不妨期待一下 五 秦岚 秦岚是一位百变女神 她可以妩媚 清纯 优雅的形象 只要导演给她一个角色 她就能很快把自己融入到戏中 看她演戏 就是一种享受 比如在《王的盛宴》中 秦岚饰演心狠毒辣的吕志 她可以轻而易举地 把吕志的三种层次感给演绎出来 一开始的《青春善良》 到后来的低调隐忍 再到最后的《狠毒凶残》 秦岚把吕志演绎得入目三分 当然了 每一部剧作的诞生 必然少不了一些老戏骨的衬托 比如这一次 吴刚又有出演 他的演技是大家有谋共睹的 在《人民的名义》中 他把李达康这个角色 演绎得出神入化了 以至于被网友制作了很多表情包 吴刚在《人民的财产》中 很可能是取代了之前一位 最性男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吴刚将会是本色出演 让李达康书记得以延续 这一点也许是很多粉丝非常期待的 还有一位是张嘉义 他可以称得上是娱乐圈的牢魔了 也被外界称之为戏疯子 从西安到北京 张嘉义一步一个脚印 稳扎稳打 慢慢地沉淀和积累 靠实力打拼 从一个无名小卒 最终成为人人敬仰的影帝 另外还有韩同生 王景春 西美娟等老戏骨也将参演 相信有这些老艺术家们 甘当配角 人民的财产 必定成为一款爆火剧 据悉 人民的财产加两年后 更名为突围 原本定于2021年3月份 在浙江卫视开播 可不知为何后来又撤党了 只能说好事多磨 如此高质量的作品 理应尽快和观众见面为好 希望在2021年 第四季度能够顺利定党开播 不知各位影迷更喜欢哪位演员呢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近东老婆喊晒娃 俩儿子长大不少 昔日迎后为爱情干做全职太太 9月13日上午 演员李佳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一则动态 与大家分享了他与孩子们的日常 只不过老公近东并未现身 李佳配文称 爱你 我这满四岁的小家伙 自立行间满满都是对孩子爱意 当儿子在河边喂鸭子时 他小心翼翼地牵着孩子的手 场面看起来十分温馨 另一个儿子则是穿着红白相间的短袖 乖巧地趴在桌子上写作业 虽然两个儿子都没有露出正脸 但是可以看出他们遗传了父母的优良基因 背影十分可爱 想必从小就是小帅哥 李佳当天穿着薄荷绿的短袖 搭配黑色短裤 这样的打扮十分减零 身材也保持得相当好 完全看不出他已经43岁了 母子三人牵手同行的画面特别温馨有爱 可以看出他们一家的感情很好 如今李佳几乎没有再出演影视剧了 但其实他曾经在26岁时 就凭借在电影暖中的出色表现 拿到了东京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还被金基奖提名是名副其实的影后 此后他还主演了爱有来生 虎妈猫爸等剧演技很精湛 据悉 晋东与李佳是在2010年结婚的 此后有了两个孩子 一家人十分幸福 李佳为了家庭甘愿做全职太太 而晋东这些年也没有与女演员传出绯闻 这样的感情的确让人羡慕 如今看来 晋东的两个儿子都成长得很好 那么还是祝福他们一家人 生活更加幸福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